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今年春节共7天 台北市交通局在假期前开始 提前规划返乡交通管制输道 透过商圈周边的停车费率调整 以价质量 鼓励民众搭乘交通运输工具 春节前车流量变大 台北市交通局为了确保交通顺畅 提前规划返乡输道及采购潮输道 像是周边停车场费率调整 以价质量 商圈景点公车机动加密班次等服务 减缓春节期间交通冲击 为了因应这个春节前的采买车流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沟的人潮 那所以信义商圈的部分 从这个16月30日开始 就到这个春节前 都会这个实施每周周末的部分 这个调高停车费率的这个措施 来这个以价质量的部分 然后来鼓励民众 这个达成大众运输 公车的部分的营运模式 大概就分成两种 那重要的景点 在春节期间 重要的景点跟这个 就是这个光光明胜的部分 那它会激动的去加密班次 那其他的部分 就比照现在目前价日 这个营运的模式的部分 那部分的这个路线 采取这个减班行驶的措施 但是还是有维持一定班次的服务 针对这个春节前的 这个采买的这个车潮 还有这个春节期间的这个庙宇 或是风景名胜的部分 都会有一些这个车潮 那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部分 这尤其以这个各辖区分局 为这个主体的部分 都有拟定了相关的交流管制的措施 那比如说针对年货大街的部分 在迪化街的部分 就会有封街的管制 那在阳明山化季的部分 2月7号开始的部分 针对养德大道 胡山路啊等等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交流管制 那庙宇的部分 在这个关渡宫的部分 它在这个知行路的部分 大渡路的部分 这些都会有一些这个交流管制 那分局的部分 会派遣这个人力来做疏导 那本市的交控中心的部分 也会加强路况的监控 耗制时制的调整 还有临时这个路况的排除 假期间 这个我们的这个 路外停车场的部分 当然是维持原来的费率收费 那在路边停车阁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除夕那天的部分 是会这个暂停收费 那如果是这个 其他非除夕的假日时间 那如果说我们本来是周日 它就有在这个收费的部分 的这个路边停车阁 还是会继续收费 那其他的部分的路边停车阁 在春节期间就会暂停收费 春节连续假期 维持观光景点 及商圈周边停车秩序 除夕当天全市路边停车阁 均暂停收费 远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阁 如西门商圈 光华商圈 美丽华商圈 牧炸动物园 士林观光景点 直周边道路等 配合各商圈 营运时间 仍维持每日收费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从2月1号起 民众在台北市 重复缴纳的路边停车费 可以透过台北市 停车管理工程处的 停车查询 一站式网站 折抵停车费 省去退勤的麻烦 查询更方便 去年台北市路边停车费 重复缴纳高达 约13万3000件 600万元 台北市停管处宣布 现在民众在北市 重复缴纳路边停车费 可以到停车查询 一站式网站 注册会员 解锁路边停车费 重复缴纳 停车费折抵抵抵服务 过去重复缴纳 退费的状况 我们这边停管处 是会透过 一个主动的通知 那定期会激发 邮件去通知民众 那如果说是 透过非现金 缴纳停车费 造成的一个重复缴纳费 那会透过 非现金管道的方式 主动去办理退费 也是 这个因为一站式的网页 是我们前年 就已经推出了 一个一站式的 管理停车资料的网页 那我们现在就是 陆续去增加一些 便民的新功能 包括过去的 五指化的一个申请 还有防讯提醒 那目前就是 在推出一个新的 重复缴纳费 折抵的这样一个新功能 那预计在2月1号 这边 也就是今日会正式上线 让民众来做使用 因为我们从104年 就重新 陆续在推动 非现金支付的一个功能 那目前我们的一个 那个重复缴费的件数 其实都有 留有在下降 那目前就是 去年底有到13万间 那这个金额 其实都比过去都 有那个呈现下降 一个趋势的一个现象 对 北市停车费缴纳管道 包括超商 非现金支付等管道 民众倘若在超商 将代收资料 传输至停管处期间 又再用其他管道付费 就会产生 重复缴纳的情况 停管处会主动通知退款 但现在也可以将 一缴费用改缴 其他尚未缴费的停车单 那民众只要加入会员 就可以来做这样一个 申请折抵的这个服务 下一个 那这个重复缴费的 一个折抵的功能 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先注册我们的会员 那到我们停车的查询 暂时服务的网站 只要简单的输入车号 跟姓名设定密码注册 这样就完成了 那登录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现在画面上的 一个功能的页面 那这个右上方就一个 重复缴费停车费 折抵的功能 那只要民众去选取 未缴纳的一个停车费 跟去配对 重复缴纳的停车费 只要符合 配对金额一致 那这样就可以进入 下一个步骤 来申请 来填写申请停车资料 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 扣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这边还是会鼓励 民众他尽量透过 费建金的管道 去做缴费 因为他可以去 主动的一个政策 来去做退费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民众 他可以加入会员的话 那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制 来减轻他去申请 一个退费的一个补免 停管处持续鼓励民众以 温馨年菜 过年必吃的佛跳墙 象征好彩头的萝卜糕 还有梅干扣肉 花雕醉虾 人参鸡汤 丰盛的年菜 摆满整桌 还配合长者咀嚼功能 精心烹调 台北市社会局 结合社福基金会 合作社及商业同业工会 等95个民间团体 举办温馨年菜 爱心快递活动 预计今年将送出 2000份温馨年菜 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 在年节围炉时刻 享用美味年菜 那今年呢 有总共有95个团体 那我们也捐助了 将近600万人 参加这个爱心连菜的活动 那我想在社会上 我们需要很多 这个社会资源来协助我们 来对我们弱势的家庭 他们独居的长者 提供一些连菜的一个服务 那在过去几年呢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社会的温柔 那今年呢 我们更有 中式的爱心基金 提供了60几万元 给每位张的1000块的红包 我想这个整个活动呢 都是我们很多 慈善团体的共襄胜需 今年年菜赠送对象 包含614位低收入独居长者 及1386户经济弱势家庭 秘书长李泰鑫 感谢民间单位爱心赞助 也特别感谢 唐市政基金会 加码自政所募集的 700份年菜礼盒 并由唐宝宝及身心障碍者 参与礼盒包装 创造双倍善的循环 爱心年菜活动迈入第17年 社会局对弱势关怀不打烊 年节期间更在14个分局 90间派出所 备有超商商品卡及爱心餐券 有需要的民众 都可以就近向派出所提出申请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北市内湖区中美里 连续6年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在里内三星人士及企业社团 赞助支持下 共发给174户红包 还募到了300份的年菜 送给弱势家庭 新收入的内湖分局分局长 销毁珠也到场共襄盛举 宣导全民防诈骗 提醒民众不要掉入假投资 争诈财的陷阱 民众开心的从里长邱莉玲手中 领取红包及装有连菜的环保袋 周美里这一项寒冬送的活动 已经持续6年 在相关国委会及里内三星人士 共同支持下 规模越办越大 今年不但发给174户若是家庭红包 还在为董事长及大卖场业者赞助下 募得300份年菜 有浮跳墙 菇菇鸡 叉烧 烧麦等料理 需要让里内中低收入户 独居长者及窝居住户 在厨户居业也能围如享受美味年菜 这次呢 特别要感谢我们新安公提供的175个1000块的红包给我们的长辈们 另外呢 大润发提供了96份的年菜 另外我要特别要感谢的就是这个魏先生 魏董事长 他礼拜天来拜访我们周美里了解了我们周美里的状况 所以昨天呢 紧急做了205套的年菜 这都是饭店级的年菜 要送给我们周美里一些弱势的家庭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同时呢 在这次活动当中呢 一直持续赞助我们的卢信传老师 今年也捐了2万块 王润国先生捐了6千块 另外我们的徐青海 徐委员也捐出他的今年得奖的红包500块 这些善心人士啊 都是里长要真的至上12万分的感激 谢谢你们的支持 让我可以持续一直做 做到今年的第六年 志工们还会将年菜送到行动部变了长者 及无法前来领取的弱势户家中 不仅有爱心 更贴心 这个不仅今天可以方便来领 我们这个准备的礼物 那不方便的长辈 我们的志工会帮忙送到楼上去 送到公寓的楼上 让长辈们过一个好年 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所有 住在我们周美里的 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 今年的新年 这个龙来报喜 福运龙来 大家龙年行大运 邱里长与志工们的爱心 获得台北市这方面的肯定 感谢协助政府照顾关怀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很谢谢里长 其实都很照顾我们社区里面的弱势民众 然后我们其实服务的很多个案 也都是跟里长一起合作 然后在年结的时候也特别谢谢里长 也连结了很多资源 让我们的弱势民众都可以过个好年 社群叫你加朋友的 不然要破坏你贪置的 这都不能给他胜贴 新上任的内湖分局分局长肖慧珠也率领同仁到场共享盛举 并分享好几种诈骗手法 希望提醒民众不要受骗上当 在我们2月1号到2月15号这个期间 是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这个加强重要节日的维护工作的期间 我们针对了治安平稳交通顺畅跟民众安心的部分 都有很多的服务 我这边特别要来提醒市民朋友 在我们内湖的辖区近日发生比较多的一个假投资诈骗的一个手法 这个投资诈骗手法应该就是点这个脸书的连结 然后就会进入到一个社群之后 会有非常多的里面的群友 就会说他有赚钱他也有赚钱 来吸引我们被害人就是加赖 然后再加码投资 那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出金的状况 就少数让你觉得你有获利 然后我们被害人就会在投入大笔资金之后 想要出金这个群组就会消失了 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 接到这种可疑的讯息或是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30秒 一听二挂三查证 我不要相信这个名牌标股 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像这样的话术 事实上都是诈骗 也造成我们近日 这个内湖区的居民 比较多的财产损失诈骗 我们内湖分局在这边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财产 今天也非常感谢周梅里的丘里长 跟我们的 对我们市民照顾的非常的多 在那边办理的一个 领物制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祝福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这个里长一起合作 来照顾我们内湖地区的乡亲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什么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 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一场 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的文字 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扭曲罩等 这是骗点击率 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 二听 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加集团关心您 接下来 带你来看 松山文创园区 特别与汉生合作 推出了民俗文化创意中制展 共有230只神龙 穿梭在松烟九处古迹空间 还有四大门神年画 24幅剪纸团花窗框 让您拍照打卡不无聊 推开宛如庙里门神的大门 今年的松山文创园区 充满龙龙年味 除了制烟工厂大门 四大门神年画 及北门的挂钱剪纸外 文重大街还有长达60米 共24幅神龙图腾的 剪纸团花窗框 1-5号仓库廊道窗框 也设置了四幅大红喜气的 斗方春莲 加上16个古迹消防专箱 呈现年寿传奇 厨房造成老鼠驾律 等10个连结故事 这是松山文创园区 与英文汉生出版 合作推出的 民俗文化创意装置展 邀请民众重新认识 台湾民俗故事 重回童年过年欢的时光 一起找回台北传统年味 大过农年是希望透过各种的装置 或者是艺术包含剪纸团花的剪纸 都散落在园区的每个地方 所以整个园区大概有230只龙 都还不含我们的神龙 神龙护体的贴纸 那这件事情第一个是 整个在松山文创园区 大家最熟悉的文创大街上面 有24个窗团 大概就有24面的 我们讲叫做剪纸团花 所以这里面大家应该可以 认真仔细看了一下 每一个团花都是 小时候应该大家都有剪过纸吧 剪纸团花 那每个颜色都是很特别的颜色 这增加了蛮多园区过年的氛围 那第二个是园区过去的整个大门 我们大概有好几个门 门神这件事情 也是今年把它带到松山里面来 所以都希望说透过门神来守护园区 邀请大家来松山走春 那另外是松山一直都有消防栓香 全园区大概有16个消防栓香 也透过消防栓香来介绍 过年的故事 那同时间我们今年也来个大师讲堂 都说给你知道 就是讲一下大家真的都忘记怎么过年的 过年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年大概一系列都希望说 把台湾的年找回来 园区还有一个超夯的景点 就是园区吉祥木收押上 农眠守岁竟然在锅炉房 烟冲口趴着睡着了 下方还压着铜钱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压醉钱 这个好玩的咸一梗 不但成为游客打卡乐点 也许我们站都来插花打算把松鸭赏拉起来 我们的那个松烟的代言人松鸭赏 他在睡在钱上面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压睡钱 欢迎大家都来这边拍照 就让你新的一年满满的钱可以睡在上面 除了民俗文化创业装置展 松烟风格店家也配合春节推出多项 期间限定优惠商品 像这家高雄知名青草第三代北上展店的麦草人家 就有888的促销专案 还有连结烫金红包 我们今年过年的话 特别推了一个888的活动促销方案 那这个是全手工 就是从老胚布还有植物原料的采收 到我们烘焙炒制的过程 那这个的话就是里面是很舒服的泡澡包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888的玛丽都会有 我们平常是没有的 那他活动期间是即日起 然后就到情人节当天都可以 大家可以来换购这个小礼物这样子 对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是有推一个 我们现场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做一个礼盒的组装 那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提栏 那另外比较特别是这个就是龙年的烫金红包 那他其实结合台湾老窗花的浴衣 这个龙其实是可以随时拿起来 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在你想贴的地方 去做一个祈福的概念 那这个烫金红包的话 就是也有一点旺出好日子 迎接浓年好龙年这样子的意味在 另外结合手作甜点与植栽的萎兔 则推出了手作体验课程 那消费者自己制作可以吃 还可以提的春莲糖霜饼干 硬挺又调喜 刚好过年嘛 就是华人的习惯就是有写春莲这样 那有别于就是纯粹是写春莲 我觉得更应该结合我们家 品牌的特性跟产品 那这次刚好就是配合说 我们可以使用类似糖霜饼干的方式 然后制作一幅大概15乘15公分的春莲 然后用糖霜 黑色糖霜 然后在上面很像写春莲的方式 然后写一幅属于自己可以吃的春莲这样子 那就是为了配合 就是可以从春节一路到元宵的部分 那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春莲饼干的部分呢 我们也把它设计成可以像灯笼一样提着 所以这个体验活动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长久 然后也是永续的 那第一个是也不会破坏神态环境 然后也可以食用 然后又可以合家同乐这样子 过年期间游客还可以跟着龙的传说 在园区集章 集完九个神龙章可完成神龙拼图春莲 并兑换青龙纹身贴纸 在园区拍照打卡则可以现场制作 获得金光闪闪的龙年纪念笔 春节期间园区还有来自日本韩国 芬兰荷兰等12岛精彩的艺术文化展览 以及韩国超人机idol的superlady 快闪展兽等 让松森文创园区陪你大过龙年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促进轻盈交流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邀请社区长者 及大同大学的学生 共同组成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办理八堂的培训计划 用音乐搭起跨世代学习及交流的桥梁 社区长者与大同大学学生 演唱动人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及道香 展现学习成果 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是由一群喜爱唱歌 对阿卡贝拉有兴趣的长辈 与学生所组成 轻盈合唱不仅打破年龄隔阂 也增进彼此的互动 那这次上课的心得 我觉得我最喜欢最喜欢 设计很活泼 刚开始的相见欢 是由对方介绍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介绍自己 然后再来他还会说 说出你最疯狂的事情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讲的 都有他的生命历程 都很特别 那我们觉得说 怎么现在的每个阅历 都有不一样 因为你能感觉很舒服 对 那另外最主要是说 我们这个年纪大了 我们喉咙都沙哑沙哑的 口腔大概松弛了吧 然后老师都会教我们一些 怎样发音 唱歌之前怎样发音技巧 那技巧也是以前我们 跟我们在学校学的不一样 以前学校都学 哦哦哦哦都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老师的发音很多种很多种 我是觉得说 如果常常做这个东西的话 我对于我口腔训练也很好 我才真正的知道 原来我的身体就是一个业器 那我觉得真的很棒 尤其是在发声的时候 声音的训练 真的结合了我们台北市卫生局 在推广的口腔 那叫什么 口腔的运动 健康操 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感觉 真的很棒 因为看到年轻人的那个活力 就是产生了我 身上没有的这个活力 我觉得我产生了动力 印象大改观 因为我平常不会去参加什么活动 所以我就是除了家里的长辈以外 就不会再接触到其他的长辈 但是因为我的爷爷奶奶 都是非常孤伴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大部分的长辈 都是如此 但是在上这堂课的时候 课堂上面的长辈 都非常的热情大方 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东西 然后都会带一些糖果饼干来 然后也会分享自己做的 吊饰之类的送给我们 阿卡贝拉是以无伴奏的方式 进行合唱 透过发声呼吸练习 熟悉身体每一块肌肉 同时帮助长者训练记忆力 口腔吞咽 强化肺部功能 达到延缓老化 预防失能 唱歌的过程我们会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 比较少会运用到的发声区域 也会比较少会控制到的肌肉 所以在这练习歌唱的过程中 其实可以让他们去加强整个全身肌肉的控制 以及加强他们可能口腔的吞咽 或者是他们强化肺部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除了歌唱之外 因为最重要我们是阿卡贝拉 所以我们是合唱 那在每一个声部不同的旋律中 他们可以去练习 打开耳朵互相倾听 或者是去互相配合 然后去等于是轮流去唱不同的旋律 阿卡贝拉庆盈合唱团 总共22位长者 20位学生参加 长者平均年龄71.67岁 进行8周的培训课程 透过代歼互动 长者和学生都有多面向的显著成长 课程包括了浅谈阿卡贝拉 认识自己的声音 及了解歌唱的发声 律动技巧的训练 阿卡贝拉合唱 与人生打击合作训练等等 那也透过问卷的分析呢 了解到长者在日常生活的感受 提升了60% 也在幸福的感受 共有四个面向的部分 提升了44.4% 那学生的部分呢 对老年人的态度有正向的翻转 以及与长者沟通的能力 互动的能力 以及自我超越的感受呢 都有提升 那由此发现 代歼互动的实质接触 长者跟学生都有显著的成长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未来将持续与校园合作 透过音乐学习 营造世代共融的高龄友善社区 高龄友善在大同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2024台北灯节开跑了 第一阶段点亮光荣 四座灯组率先亮相 灯组九小荣也会在灯区周围游巡 提前营造融年的范围 台北灯节首创 分阶段开展 中华路两侧光廊闪烁缤纷 捷运西门站周边的四座灯组也已亮起 让旅客过年前就能到西门丁逛街赏灯 感受渐浓的年节氛围 红楼祭祭光年寿 武力全开 畅享魔力瞬间灯组率先亮相 我们路过来一边逛逛 然后就看到所以走过来很漂亮 而且觉得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上面都有红楼的一些祭祭 我想去知道上面的图案是表示什么 而且红色真的蛮漂亮 拍起来很漂亮 有种红地毯的感觉 感觉可以来 感觉很漂亮 就是趁着过年走春 我们期待在过年前 好朋友们如果到我们西门丁到台北来 尤其到西门丁地区来逛街 他可以先来欣赏这几座灯组 也期待透过这些灯组 能够让我们的朋友们 可以来了解到西门丁的商圈的特色 以及当地的历史故事 那这其中呢 我们也会有九小龙的车队 在商圈周边来巡游 那就是希望透过九小龙车队的巡游 能够把我们周边的游客们 带到我们商圈中间来 让我们的人气更加的聚集 尤其像我后面的这个 红楼祭式的灯组 它是由我们车长人刘志良老师 还有插画艺术家李兴慧老师 他们两位共同创作 透过雷射雕刻的技术 把西门地区发展的历史 从鸿门的角度来把它刻画出来 现在在我们两侧的这个作品 其实就是我们的九小龙 那九小龙的意义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谚语 龙生九子各个不同 那我们也就是说 让这个作品去让大家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有个人自身的特色 不用去追求跟所有人的一个 相同的认同感 而是找出自己的个人 与别人不同的那一个特点 去加强发扬 所以我们利用这九个小龙呢 它其实是用我们的三轮车 去改造的一个传统花灯的灯组 那上面我们结合了人力的彩踏 以及我们其他前面有一个绿能灯组 行街甚至穿过我们的中山堂到红楼 到我们康定街到电影公园 这范围都是我们的一个游走范围 那我们会并分三路 从二月十七开始 天天在整个灯区当中巡游 我们欢迎民众到新门地区来 一起去找龙去抓龙 拍下他们的身影 甚至可以去兑换很多很好的优惠的一些纪念品 那我们都称为他们是龙的孩子 九指各个不同 也都是即将长大各自成龙的一些作品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 可以来看看他们的身影 然后一起在整个西门丁去 找寻他们所在的地方 即使起到二月二十九号 穿着有龙的元素或是模仿龙的动作 与台北灯节任一个灯组拍照上传 并且在台北旅游网FB活动留言 就有机会抽西门丁周边饭店主书卷 周边宫庙商圈也响应 推出许多精彩活动轮番上阵 那我们今年主灯是用全金属的方式打造 对那我们突破以往 没有用太多大型的花灯 或者是FB的灯组去做塑造 可是我们一样在它最主要的龙的眼睛的部分 我们还是用了传统工艺元素花灯去做表现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现代以及传统当中 取得这个平衡点 然后让它能够融合在一起 同时也表现出我们西门丁的在地特色 就是现代与传统的共荣 对那我们整个主灯的部分呢 希望呈现光荣 也就是所有在西门丁 不管是在台北还是西门丁西区的东西 好朋友们都能够在今年龙年能够呈现光荣的一个部分 因为龙的部分呢 应该是说龙的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十二生肖当中 我们唯一没有见过实体的一个生肖 对所以龙的诠释 我觉得就是以个人的一个观点去做表现 那我们希望的龙能够在台北的时候 它是能够呈现精神呈现威猛的一个状态 带领着台北能够面向国际 冲向全世界 其实对美的这种感觉 其实大家都很各自都很主观 所以很难说让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一件事情 在美的事情还是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嘛 所以我们其实尊重所有的好朋友们的解读 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有讨论就是好事 就代表说其实我们是非常引起大众注意的 那当然在讨论过程中 如果我们可以改善的我们都会改善 那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的讨论 能够让大家都愿意到现场来 来看看我们的主灯长什么样子 也期待透过这次的这个热烈的讨论 可以让我们今年的这个参观的人数 能够创下高峰 我们这次除了我们观传局的 跟商圈以及这个企业结合之外 禅发局也特别邀请了几百家的 商圈的业者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次的活动 那所以民众如果到我们的这个商 到我们的灯节的现场来赏灯的时候 会有许多的这个商家配合相关的活动 包括旅宿业的住宿也有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民众都能够通过观望 四桌灯主透过传统艺术 街舞文化光影技术传递新年氛围 带头揭开龙年新气象 每个灯组各具特色 民众可以一次欣赏到传统现代的创作 展现灯节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记者张启腾欧君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立法委员林沛祥上任后 会看中山区先动沿旁边的停车场 透过协调 让当地居民的停车权益获得保障 也让港务公司能进行土地活化达成双赢 画面上是刚上任的立法委员林沛祥 会同当地的宋伟丽议员跟郭美秀议员 及先动里里长 与港务公司及航港局等单位 进行现场会刊 主要是港务公司及航港局 希望能够活化先动沿旁边这一块停车场用地 但引起当地居民担心 会影响到原有的停车权益 立委林沛祥相当关心 亲自到场会刊协调 对啊 一边停车 通过门开去变变酒 插得大家都没睡 我们就都没爱了 总来没啥啥啥啥 我说一年叫你们保门跳门百几万一块银 我们停车停车而已 你就说到政府的政策 现在没得回馈地方的 不管是公民营的 希望用回馈的心理 敦金木铃 用敦金木铃 因为老说他们平常在作业的时候都 伤及到这边无辜的百姓的安宁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去设计项目的 不一定说一定是回馈 你用敦金木铃 因为平常打扰各位 那我现在释放我的土地 给予大家方便 比如说停车啊 或者是做一些休闲运动的 那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停车位 对 我们的腹地 平地真的很少 那有平地的地方 大部分不是港务局 就是机关用地 那先动里这边 河立场也在反映 这长久以来 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停车场免费 也等于说 长期港务局跟民众的一个互动 也等于说是敦金的一个行为 那不知道最近港务局就一直把他们的地 一直在征收回去 那民众带来很多困扰 刹那间真的 大家车子不知道往哪边提 所以说我觉得港务局应该 应该跟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应该是 关系是应该要两好 两好才对 从111年 那个审计部开始检讨之后 然后针对这个案子 那旅民就很担心 他们无法再使用这边的停车空间 所以佩祥特地在今天 尽快来办理来会合我们的 我们的国美秀义做宋伟毅前议长 还有我们的航港局港务公司 跟我们的区公所一起办理会刊 那会刊的结论就是让 港务公司在西云敦气木林的前提之下 还合法的去做这方面的使用 一方面满足居民的需求 让居民能够更好 能够持续使用这边的停车空间 另一方面也让港务公司活化这边的土地 让这边土地更有价值 招标出去之前是无常使用 但招标出去之后 港务公司也释出相当大的善意 是愿意让这个 丁清木林的前提之下 尽量让我们的民众 可以尽量减少花费 让民众 在地的民众已经习惯在这边停车的民众 一方面可以继续在这边使用停车空间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这边有港务公司 跟未来招商成功的厂商 来享有 来去做这个各方面公社上面的铺设 像说把地铺平 让整个车道更安全之类的 我想这是一个目前看起来双赢的方向 针对这一点来讲 沛强认为说 不管你土地要怎么活化 不管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使用 敦清木林 让当地的民众不反对 而且可以享受到现有的资源 这目前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未来 尤其在基隆市 基隆市的平地 基隆市的土地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每一个土地的利用都要非常的谨慎 那未来不管是港务公司 还是其他单位 包括国防部 包括林务局 包括国有财产局 沛强都会逐一去拜访 而且逐一去协调 有关基隆市各方面的问题 务必让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保有最大的权益 由于当地居民长期承受 港区作业的噪音和污染 立委林沛强表示 感谢港务公司能秉持 敦清木林的前提 在活化土地招标前 持续免费提供给李明停车使用 招标后也将提供优惠方案 以确保李明的最大利益 他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论 未来也将持续监督进度 为中山区的居民争取最大的福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今年过年联放七天 交通部公路总局特别宣导 基隆北海岸东北角一带的交通疏导措施 鼓励民众返乡或旅客 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开车则尽量行驶替代路线 今年春节廉假有七天 许多民众出游返乡 预计基隆地区一塞车路段 会出现在台二线基金二路一带 公路局将加强疏导 基隆地区在台二线60公里的 一个基金二路的路段 是比较容易出现拥舍的一个状况 那这部分在春节输运期间 那我们会透过紧易交 以及耗制的一个调控 来进行那个相关的一个疏导 那另外呢 我们会建置那个替代道路的一个排面 那那个拥路人呢 可以借由这个替代道路 那直接到达我们的台六十二线 那借由台六十二线来通过 我们的一个基隆的一个 易拥塞的一个路段 可以到达我们的一个北海岸 或者东北角的一个风景区 而为了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大众运输工具返乡或出游 公路局也协调多家业者 实施八十八条国道客运路线 想平日票价或原票价八五折优惠 那在整个的新村的一个连续假期 我们也希望能够民众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 那我们大概公路局也大概提供一些 相关的优惠 包含就是说如果说在整个全国 有八十八条的国道客运 那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会享有 大概平常的优惠 或是打八五折的一个优惠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搭乘台铁 或是高铁 那转成我们的四季客运 那使用电子票证的部分 那也可以享有一段票 或是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 那另外在东部地区的旅游 那我们也提供一些优惠 包含就是说 如果说在搭乘我们的国道客运 到我们的东部旅游 那在当地租车 也享有一些租车的优惠 那另外如果说你持有这个租车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票证 那也可以在就回程的时候可以抵用 大概如果说是你租用汽车 大概可以折抵两百块 那租用汽车大概可以折抵一百块 那另外在我们的基隆地区 那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在整个国道客运 大概有十六条路线 那因为我们基隆地区大概北北基的生活圈 它会在从基隆到我们台北来 不管是到西部 或是到我们的东部的一些相关地区 那转折的话 我想希望大家都利用 公路局也欢迎民众 多利用iBus公路客运APP 查询公路客运 及部分县市的公车路线资讯 透过各项输运措施 让春节的交通更顺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高伟城基隆报导 在电台看 基隆爱四路摊贩委员会 特别向市政府申请16天 全天不收摊 希望能够拼买器与过年财 还没有想到农历春节要去哪玩 今年爱四路摊贩管理委员会 向市政府申请 连续16天不打烊 好天气就生意都蛮不错的 下雨就会有差 爱四路夜市从2月3号到2月18号 开放给全台湾的民众来这边 观光 走春 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旅游 为了抢过年财 基隆爱四路夜市从2月3号开始 一直到2月18日总计16天 有176摊将会全天候饮业 以前都是要三点半才可以出来 过年期间呢 过年期间可以开放24小时不用收摊 你们自己上班 我们都大概12点多一点出来 我们大概中午就过来了 为什么中午这么早 因为我要二楼给客人有午餐的选择 等于说多了一个午餐啊 对对对对 以前就是做晚餐而已 就可能就是大家过年回家的时候 就可能想说晚上无聊 然后分家一起来啊 可以有地方走就对了 对啊就不会说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啊 没地方去 因为白天都放假啊 想说白天也可以过来逛一逛 平常是什么时候来逛啊 大部分都是晚上比较多 过年从12点开始 会啊 很好 还不错 还不错 每到过年期间 基隆 艾斯路 庙口都会涌入大批人潮 商家也准备好更多的货品和食材 希望能够发大财 这配料有没有配多一点啊 有 过年大概是平常的几倍 三四倍吧 三四倍啊 由于因为过年前呢 我们基隆比较常下雨 所以过年前我们有些谈判会稍微休息一下 例如像今天有点飘雨 他们就会趁机休息一下 那是初一到初五 我们是几乎每一滩中午 就会出来营业 然后到在清晨打烊这样 人潮多也引来了扒手 司机下手 根据往年统计 过年期间来夜市庙口逛街 都会有民众钱财遭窃损失 官员会提醒民众 随身包包一定要顾好 民众都会说 就是会到我们官员会问说 他钱包不见了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帮他找啊 或什么 常常派出所也会接到通知 这样去年大概都有一二十起这么多 所以希望大家来逛街的时候 好好的把握自己的钱 这样才能开心的来逛街 吉隆庙口本来就是最夯的景点之一 现在旁边艾斯陆夜市将近有四百公尺 有吃还有得玩又可以逛 让过年期间来吉隆逛街吃饭 绝对超级好玩 记者黄绍民基隆报导 今年是农年 过年期间来到基隆港 可以看到九天应荣现身 基隆国门广场海洋广场 产发处与科技公司合作 透过AR技术 祝福民众有整年的好运 九天应荣现身在海洋广场 盘旋的英姿 让游客拿起手机猛拍照 早就要看到应荣 然后他的画面很披震 然后很色彩鲜艳 应荣在古代神话中扮演重要角色 能够声云自语带来兴旺 还能够消灾去兵 金融市政府产发处和科技公司合作 运用AR技术 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欣赏 应荣威风凛凛的动作 也能与应荣一同合影 让民众生力其境 这龙呢 其实它是九龙至尊的 最大的最原始的一条龙 它是应荣 然后它比较特别是它有个翅膀 它自己有个翅膀在上面 对然后希望说来这边 然后扫我们的这个QR Code 然后扫完QR Code 然后有下载它的一个APP之后 然后其实它是用虚拟的方式 就会出现在你的这个头上 或者是它的周遭 然后希望龙的出现 可以为大家带来好运 然后也可以为大家来祈福 戳邀请民众体验九天应荣飞天的景象 市任府从7日到14日 每天上午11点在海洋广场 送出限量300个开运应荣红包 让参与的民众能够带着祝福和好运回家 这次还配合我们活动我们有发这红包带 那红包带上面就是刚刚大家在AR的那个镜头里面看到的这个应荣 那它是有个翅膀在后面 然后主要用我们的基隆为基底 有两个字的两行字 那风生水起富国基 龙腾九天开四龙 过年期间还没有想好到哪玩 来基隆庙口逛完 不妨来港区体验九天应荣 祈福好运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基隆市议员张浩赫 每年都会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今年在各界爱心人士的赞助下 募到了100份民生物资 议长佟子威也来发送红包 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弱势家庭 亲自将一代又一代的民生物资 分送给关怀户 市议员张浩赫上任之后 连续六年举办寒冬送暖 希望帮助弱势家庭过个好年 这次袋子里面准备一个平安的发财米 那希望在过年新的一年 祝大家都非常的平安喜乐 还有一些我们素食上的罐头 然后泡面 然后还有我们的饮料跟油 就希望说大家简单的物资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能够过好年 大家的平安健康 对于那个社区 有的那个多数团体 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 不过人家的心里感恩在心里 在爱心人士的赞助下 市议员张浩赫准备了100份物资 分送给三沙湾中船正沙 入船里落实家庭 现场还举办议检活动 让里民们相当感动 对有 当然有清爽 可以过一段 对 这个厉害 简直又好看 没有没有 难得有这样的部分 对啊 还蛮有爱心的 今天参加这个外团 我感觉很有意义 表示说我们这个社会 大家充满着爱心 尤其浩瀚议员 跟这个三里的里顶 跟这些佛光会 这个志工 大家来集体创作 输这个外团完满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留意 今天还有特别感谢 我们佛光山中正一分会的一个师兄们 那来提供我们的一个疫检的一个活动 那也是希望说把寒冬送暖的物资的发放 跟疫检能够做一个结合 那让大家能够用一个新的面容 那来迎接我们新的议员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也到场分送议员红包 希望大家在过年前 可以一起关心边缘户和弱势家庭 今天谢谢这个张浩瀚议员 特别举办这个我们这个 中正区区相关的这个礼民 来发红包这个活动 那我们这个福袋很特别 我们为了增加环保的概念 也特别拿到这个清安宫来这个过火 然后请道长来加持 那就是希望大家在红包领完之后呢 因为它有经过一些特别的设计 那希望大家可以放在我们的房间 或是客厅的小角落 那不要丢掉 那又利用这个机会 也来祝福我们所有金融市的市民 这个龙银德瑞 然后新年吉祥龙年行大运 我想我们市政府都有列管 相关全市的一个中低收入户的名册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社会有很多边缘户 然后就是被需要 需要被帮助的人 需要大家社会大众一起来资源 所谓的边缘户呢 就是大家知道低收入户 它有一定的门槛跟条件 那政府审核就是造一个标准的机制 但确实还是有一批人 有一大群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它并没有列在低收入户的名册 因为条件不符合的关系 那所以我想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社会大众 来支持支援我们需要被帮助的人 一袋物资一个小红包对于这些关怀户来说 也许只是小小帮助 但有社会各界持续关怀 也让这些家庭不孤单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画面上是赵岭国宅居民每天出门时的状况 从社区开车出来转弯上桥的时候 因为回转空间不足 很容易压到双簧线 就会遭到正义魔人的拍照检举 就是因为我们住户车子从这个地下道出来 出来我们要右转上市区 市区一定要右转 那右转的话轮子一定会压到双簧线 那双簧线的话就有民众会检举说 你压到双簧线 这样就要罚钱了 对就违规 事实上这个这样子就造成居民不变嘛 不管从这里出去或是从地下地下室出来 右转一定会压到双簧线的 对对对对对 那是常收到罚单吗 就是住户都有没有常收到啦 可是可能两三个月收到一张住户就觉得很无辜啊 因为这里这里本来就是可以右转的 只是你右转刚好后轮就会压到啊 其中一个轮子压到的话就是违规了 那个民众就在那边有行车纪录器刚好在后面 照到就算违规 针对居民反应 基隆市议长同志伟特别邀请市府交通处 跟交通队等单位到场会堪讨论 希望规划出一个安全又不容易发生违规状况的解决方法 那成功路桥是人爱区通往安乐区或安乐区通往人爱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干道 那在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路桥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路桥这几十年来其实车祸频繁 那刚刚我们住户的主委也特别反映说他们这个转弯车 就是被检举的问题 那我想交通设施的改善是我们市议会监督市府 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 让居民有一个非常安全 然后又可以不要随便被检举的一个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在这个标志标线上面会请交通处稍微研议办理 看看怎么样可以改善这种任意被检举的问题 那桥上呢因为长年长期的发生车祸 那我们台湾或是基隆的这个行车习惯不好 因为在国外大家都会知道说转弯车一定要离浪执行车 那我们现在在交通我们的设置上办法是这样子 问题是我们的习惯不好 所以我们就希望交通处可以再来做一些办法来改善 所以今天特别争取了大概会坐在桥上跟几侧 做三座的一个太阳能的一个这个警示标志 来通知这个车主 大家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可以放慢速度一点 然后这个转弯车一定要离浪执行车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措施可以减少这边的交通 这个事故的问题 那我们几个道路设计 因为这边刚好你看这样车流量 我们现在这个不是尖峰时刻车就蛮多的 更何况这边旁边还有学校 然后也有国宅 那成功市场也在那边 然后下去又是仁爱市场 所以在尤其在过年期间 会特别的这个交通特别的繁忙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来改善 那也希望接下来可以再试用一段时间之后 来我们再来检讨 我们仁爱区的整个交通动线的问题 希望除了塞车问题的话 也可以大幅的降低交通事故 基隆市区的道路因为地形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类似的状况可能需要透过政府单位的智慧 跟居民行车安全观念的落实 配合减速慢行 让行车更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接待来自日本 宫古岛姐妹市等冲绳离岛振兴会访问团 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画面上是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接待包括姐妹市宫古岛在内的 冲绳离岛振兴会访问团的现场 副市长邱佩玲相当感念 去年到日本参访所受到的欢迎 尤其途中还遇到来自基隆的侨胞赶来会面 温暖的回忆让她很感动 非常高兴可以来台湾 我们上一次去也受到 宫古岛非常热情的招待 更感动的是当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 基隆的市民七岁就到了琉球 然后特地从琉球的地方跑来找我们 我们很感动 原来双方的交流是从很早以前就有互动 那我们知道这一回我们很希望 宫古岛有飞机的直航 跟石原岛希望有船的 反船的互相的互动 那宇纳新岛我们讲了 将来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在那边投资 所以我想双方的交流借由在基隆 有可能打下更好的基础 本市兵理事长 続きまして 金融市の姉妹都市促進会の 副市兵理事处的处长 中原相处长 本市兵理事长 日本冲神里岛振兴会访问团 有宫古岛市长 石原岛市长等贵宾来访 另外也有星光集团的董市长参与交流 因为刚才台湾的新岛集团吴董长 下午三点钟就在我办公室等 等云纳伯丁的这个厅长过来 他说是一次去年 他跟着我们立法院的游院长 去过他那边 然后很希望在医疗 甚至饭店投资方面 双方可以有更强的合作 那今天我相信是很好的开始 等于是我们台湾最大的集团 马上就过来 知道你们要来就亲自从台北过来 看云纳伯丁的厅长 那相信交流从那边开始 我们跟石原跟宫古岛的互动 也会持续着 很感激 再一次谢谢你们到台湾 特别到基隆 希望基隆可以帮助你们很多 也希望双方的友谊更顺畅更好 台湾跟日本里岛联盟 有着非常相近的地理人文环境 跟绝佳的海洋趣味 对于两地交流有更好的成效 期待透过台日人民真诚的互动与提升 让基隆跟冲绳离岛振兴会访问团 在国际上持续的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龙年行大运 新年快乐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